法政寺雖然已經大結局 不過劇中的演員愛心不會停 今天一班演員為了劇集 去到四十點找數 來到一間安老院石牌口罩 口罩全部都是他們私底下 銀河包給錢出來買的 超有愛 這次我們真心找數 我們成班演員 一起捐些錢出來 很感謝小晶姐幫我們協助 買到一些物資 包括口罩、手精搓手液 還有酒精濕紙巾 一起搭配送給老人家用 做善事我們沒有限制 由於現在不可以人群聚集 所以大家只可以用視像送愛心 你好 身體健康 沒有辦法了 只可以現在這樣說話 這樣安全一點 有愛心之餘 施華還很開心 事關她昨天坐完疫牢 感覺是真的 你知道有時看電影 人們出牢 他們會說 這個世界變成怎樣 其實昨天是有這個感覺 因為我是這麼大 第一次兩個星期沒有搭出門口 其實很厲害 很清新 而且看到一些人 很緊張 因為我連垃圾都沒有搭 都沒有搭出門口 是那些人來送物資 我就在門口隔著門口 跟他們說 幫我扔垃圾 他們就幫我倒垃圾 隔離園 我要做運動 因為真的增了很多磅 不覺得 因為很多肉 肉位多了一陣東西 甚麼來的 一陣東西 要貼下油了 開始 貼下油 是叫做愛的脂肪 愛的脂肪 因為很多人送物資送食給我 那就儲肥了我三公斤左右 嘩 這麼多 同樣高興的 還有一群發症先鋒四的演員 全劇七天的跨平台總收視 達到36.3 成為自從2013年起 七天跨平台總收視 有紀錄以來收視最高的劇集 我開心是浩然會推薦 我們去做這個拍攝罩 因為平時慶功 我們請大家吃飯 我覺得現在疫情期間 我們的劇有這麼好成績 亦好像說自2013年有跨平台 收視之後我們是保持了紀錄 我們是最高的 都希望做一些事 可以實質一點的回饋 給觀眾 沒錯 答謝觀眾 是 所以其實我們一開聲 我一開聲 我和阿珠珠開聲 全部人都一呼百應 大哥就是大哥 不要呀 凱哥你不要 一呼百應